大家好!Kyokoです!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昨天那個星期背熟了沒有? 我們今天就要學一學兩個文型 首先第一個就是 Color Made Color Made都很常用 因為它是有開始和結束的意思 你可以用一個數量 或者是時間 或者是一個狀態 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都可以用 另外Color Made這個文型是可以分開用的 我們看看以下這兩句文型 就會明白的了 好!那你又看到了 它是問 就是星期幾開始 到星期幾結束 所以可以回答 星期一開始 星期五 星期五 金曜日 記住要加回 才是有禮貌的 或者我們可以用到時間 也可以的 比如說我每天上班是上午9時 就可以是9時 5時 然後下一個文型 我們要說的就是 一遍 什麼時候 比如說想問人家 什麼時候是休息的日子 就可以這樣說 休息日是何時 日是何時 日是何時 土曜日 日曜日 那以上這兩句的文型 我們先學了 什麼時候 今天要講的最主要 但這兩句 大家也會看到 這種字 這次我們在上幾個星期已經說過 就是你可以用名詞加名詞中間 它就會變成一個新的名詞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放星期六和放星期日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拖在中間 記住這裡不可以用加 因為你不是星期六或星期日等等放假 你只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放假 只有這兩天的時候 所以你只能夠用拖 好 今天我們很簡單講了兩個文型 只是カラマデ和イツ 記住 カラマデ是可以分開用的 你可以說是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完結 然後想問人家什麼時候 就是用イツ這個詞語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想我拍一些關於什麼影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也拍得很好 那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支持我 多謝你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裏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裏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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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